中文字幕——YK 台湾今天骑哪里 Eric来出团 今天我们要骑到布镇史诗衙门 布镇史诗衙门在哪里呢 就在我们现在的中山坛的这个地方 所以它早骑就是衙门了 早骑是衙门 上一次我们谈到的巡护衙门几乎是在一起的 因为一个是第一号人物 第二号人物就在这里办公 布镇史诗衙门它总管的就是 马匹啊然后粮食啊 这样子的机构 所以钱都在这边 就是现在的我们的国库局的这个概念 国库啊不止国库 它有含了好几个机构 就是钱然后职财粮食 通通在这边管的 所以管这边的是仅次于游民传的人物 有点像是副首长的感觉 类似这样子的感觉 那这个布镇史诗衙门旁边 其实当时还盖了一个别墅 别墅 叫做钦差行台 钦差行台 顾名思义应该就是有钦差大人来的时候 让他休息的地方 是是是是 哎呀 好厉害 长厉害哦 这个钦差行台现在还在 现在还在 不过迁到了植物园区了 哦植物园是在里头吗 植物园里头 一个古代的建筑就是从这边搬过去的 它是整栋包含里面内装都搬过去 还是只有 几乎是这样 但是我没办法考证它搬得完不完整 哦 那因为这边后来被拆掉 对 然后盖了现在的中山堂 嗯 那其实日本人进台北城以后 嗯 呃宣布统治台湾的地方就在这里 所以他先直接攻击到要害 把要害拿下来了 最主要的要塞拿下来 拿下来以后就在要塞这边宣布我们 对 其实他没有攻击 他没有攻击 就进城来 因为还有人去迎接他来 还有人去迎接他来 那他所以他直接长驱直路就到这里来 哇 但是你很奇怪 他没有选第一号的衙门 而选第二号的衙门 是因为 不知道 不知道他为什么选了这里 嗯 走错路吧 哈哈 我在想应该是钱啊 或是 钱在这里 对 粮食在这里 然后 清灾行台在这里 比较漂亮 所以史政寺是在这里 嗯 然后那个很讽刺的 那个中山堂 也是他结束统治台湾的地方 哦 所以受详的疑点 也是在这里举行的 嗯 有算是某种程度的 有始有终啦 相隔五十一年 哦 有始有终 对 因为我在想是 现在的中山堂 是后来改建过后的吗 还是说 他是用原始的 然后去做一些 外观的拉皮啊 这一种 他已经不是当时的衙门 完全不是 衙门全部被 被拆了 或者是移走 那种盖的 哦 当时盖中山堂 日本时候叫做台北工会堂 哦 台北工会堂 他是让人民集会啊 表演这样子的地方 哦 所以中山堂是属于日治时期的时候 所盖的一个建筑 对 那当时叫台北工会堂 嗯 差不多一九二几年的时候盖的 嗯 那当时盖的是 全日本来算 它是第四大 韩日本内 他们 韩日本内陆 这样来比的话 第四大 他是算第四大的 第四大的什么 工会堂 所以这工会堂 它就有点像是 现在政府让很多艺文团体表演的地方空间的感觉 有点像我们的国家剧院 嗯 类似这样子 我刚才想的是说 是大家联谊的地方 原来我比较local一点 哈哈哈哈 也有那个性质 因为它不是纯粹表演的地方 嗯 这就可以可能 就是邻居大家约一约去这边泡茶聊天 这样的感觉 可能没有这样 哈哈哈哈 他当时应该出入的分子 比较多是有一定阶级社会地位的人 应该是 应该是 所以没办法在那边嗑瓜子啦 跳国标舞的 哈哈哈哈 如果你去工会堂 或是中山堂 你注意他一楼 入口的地方 有两个池子 两个池子 小池子 而且还有水龙头 我知道那是洗脚用的 哇 哲前果然有研究 哎哟 为什么洗脚用呢 我们下周告诉大家 好 听到这里先跟大家 拜拜 拜拜